什么,酋长马上就要出来了 兔妹妹,我们赶快找地方建房子啊 据说他们的血量和攻击力都特别高 有什么好怕的 直接把房子建在空中不就行了吗 且,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先在地面都铺上灌木丛吧 然后接着在中间的位置搭建一个柱子 这样到时候在空中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都给消灭掉 地板也选择用超坚固的钻石块给铺上 嘿嘿,到时候让他们把脑袋撞破也伤不来 哎呀,小兔子,你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哼,我这叫做慢工出细活 那你慢慢建吧 这边柱子的话,再接着用黄金块给铺上 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还高端大气,我看是土的掉渣吧 去,一边去,一点都不懂得谁美 嘿嘿,我这空中的大别墅 框架基本上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小米,你可要悠着点 小心一会儿他们把你的房子给拆了 哼,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这边接着再用黄金块把房子的一圈都给围上 嘿嘿,怎么样 这层次感和豪华的气质一下就上来了 然后屋檐也用黄颜色的玻璃灯给装饰一下 糟糕,酋长他们已经出来了 哎,啥情况 你们都别来找我啊 赶快去做兔妹妹 就是她刚刚要虐你们的 嗯,瞎说什么呢 可恶的小米,一会儿你给我等着 嘿嘿,这边我要再接着装修我的别墅咯 然后四面墙的话,你全部都用玻璃给封上 到时候就可以随时观察到外面的情况了 不是吧,怎么又过来了呀 嘿嘿,有美食上来呀 等我一会儿装修完房子再好好地收拾你们 接着在这个角落上放上两张床 然后这边再放点箱子 把没有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中间的这个位置也放上桌子和椅子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 静静地看着他们被虐的样子 小兔子,你那边还好吗 嗯,好着呢 反正现在酋长他们都去找你了 哼,问题不是很大 看我用冲锋枪 分分钟就把他们给消灭掉 嘿嘿,看到没 被虐的都去找兔子了 你们赶快去揍小米啊 刚刚就是他在叫嚣的 好家伙,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这边再接着铺一条去你那边的路 不是吧 怎么还有酋长夫人啊 兔妹妹,你快看 他们居然还会放炸弹 让你刚刚虐酋长 估计是来找你报仇的吧 你别退缩啊 赶快去边上打他们啊 臭小米,你别推我啊 我看你这非命就是想把我给挤下去 嘿嘿,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算了,还是看我的吧 直接把他们全部都给消灭掉 哦,是吗 给我下去吧 可恶,兔妹妹,你也太坏了吧 完了完了,这下面也太多酋长了吧 好吧,我直接被干掉了 嘿嘿,小米,你在下面还好吗 好你个锤子呀 一会儿等我上去再好好地找你算账 糟糕,这次还没跳上去 好家伙,这么多酋长 谁能顶得住啊 再接着来 哎呀妈呀,终于上来了 小兔子,以后别让我找到机会坑你 好家伙,对呀 小兔子,以后别让我从来 啊,没关系 小兔子,以后快点